在东南亚老欧摩尼经济特区的第211天日常 现在是老欧时间下午1点44分 室外气温25度 我刚刚收到那个玩友的消息 他说他到口岸那边了 正在排队办落地签 我现在准备过去接他一下 顺便把他购买的那个车马塔琪楼卡交给他 特别感谢昨晚那个VIP76的大力支持 他买了一张车马塔琪楼卡 今天早上的VIP80跟VIP81也各买了一张 感谢大家 真的大家要抓紧时间了 因为这个卡真的剩得不多了 第二批的卡现在都还没发出来 最关键的是 你们能早买就早一点买 如果拖到第二批到时候要多花100块钱 因为前100张是100一张 第二个100张定价是200一张 所以抓紧时间 好了话不多说 我赶紧下楼去接网友 现在我来到了楼下 赶紧骑上我的小猫驴前往口岸 太娘了 干脆行放到还没吃 不过没关系 网友重要 谁叫他是VIP呢 现在我来到了口岸这边 太娘了今天的好像能很多 好几辆大发车 难道是因为这两天大家都不过年了 都到柏丁来玩了吗 刚刚那里还有两辆 因为那个网友跟他的客户召集进去 他们已经进去了 接下来我也准备先进去 其实放心 等他们捏住好了之后 给他们送牌扶出来 骑上我的小猫驴 回城里 停车未化的好像有点奇怪 一会是停车大车的 一会停摩托的 还不如一边换大车 一边换摩托 现在我到了沙县小吃这边了 点了一份点十 十块钱 带着几个网友录住 中老友谊酒店 刚刚把几位网友安顿好了 他们已经成功的录住那个中老友谊酒店了 接下来我自己到处转转 刚刚在外面换游了一圈 现在我跑到店里来泡茶 同时感谢VIP62号的支持 他买了一张车马踏轻罗卡 刚刚网友发了消息说一起吃个饭 我现在前往主街跟他们会合一下 我到主街这边了 跟网友会合上了 从那个斜坡逛下来了 接下来先往这条方向逛过去 然后再通往舔避房 现在是老卧时间五点半 时间还比较早 很多人还没出来 我们三四个人又逛到了铁铭房的方向来了 拧着他们三个人 到这个酸酸咖啡这边来给他们试试 我们到了这个环公小吃这边 我点了一份土豆牛腩饭 现在是老卧时间六点四十分 我抽空跑回家里面 加了一件外套 现在回到环公小吃那边去 对了 跟你们说一句 网友们 你们没必要把我推给你们的朋友杂 因为怎么说 没有看过我视频的网友 对我其实是没有一个基础信任的 这样子的情况下 带着对方对我的戒心会比较重 我也会挺难受的 不好受 所以我比较喜欢的 还是带对我比较熟悉的人 这样的一个网友 这样最好 因为带起来会比较愉快一点 不然还是略显尴尬 你知道吧 因为能对另外一个人不了解的情况下 心里总有一个防线的情况下 在不论是相处过程还是交流过程 都感觉有一道沟河 有一个隔阂 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我个人其实是比较倾向于带 认识我 了解我的网友 除此之外 其实我不是很想带将争 因为在我看来 我不是说靠做这个什么 旅游递接去挣钱的 我做这个事情 在我的心里 我觉得我是在做一个公益 我是在为网友服务 为你们这些VIP服务的 如果说是那种旅游递接的角色 那种我真不想做的 我不想对着普通人 我不想对所有人都开放 这样的一个旅游递接服务 我目前只想对了解我 认识我 熟悉我的VIP网友服务 你们明白我意思吧 所以尽量不要把我推给你的朋友们 尽量不要吧 看过我的视频比较久的时间 也对我有足够多的一个性能 这样子相处起来也比较轻松愉快一些 现在带着他们在越南店这边挑 越南风情 刚刚在那边我晚上挂了一圈 那两个小鸡品他们没看上我 又回到了这个越南风情这边来 刚刚给剩余的两位玩友 安排到了这个香菜馆这边了 完了之后我去口岸那边 把刚刚刚到的另外一位玩友给他接进来 来骑上我的小猫绿前往口岸出发 在我骑着我的小猫绿到达了口岸这边 当时可以看到外面进来还有好多人在 看来这两天尤其是今天进来的人还挺多的 也拿到了中老友谊酒店这边来了 这网友又到了养生馆这边来 又逛到了贝天公寓这边来了 逛了好几次这个越南风情的店 又大家玩又逛到了鸡皮房这边来了 现在好了 现在是脑袋时间8点50分 给几位玩友一来安排了一个 算是圆满了今晚 不是现在又跑到了这个香药美夜这边来了 看两个没地方去 这个小鸡品在那边照镜子 今天新来的四位玩友他们想去酒吧 也都刚好都住在这个中老友谊酒店这边 现在来到了中老友谊酒店的楼下 我跟他们说在酒店前台那边集合 现在我到了这个中老友谊酒店的前台这里了 等他们下来 又跑到了从海星北发这边来了 刚刚网友发来消息 他们应该是可以出门了 接下来我到那个中老友谊酒店的19楼前台 跟他们会合一下 在我们一大过人 我叫四男四女前往那个酒吧 我们一堆人到了摩丁一号这边了 他们也不知跑去干嘛了 我们现在门口五六七八个人在这等着 刚刚在里面喝的差不多了 接下来我准备回店里泡壶茶 姐姐酒 现在我回到了店里 有一个很关键的信息 我想跟大家说一下 只有是那种看我视频的网友 或者说粉丝 才是买一张车马踏行楼卡 我带着你到处逛 如果不是我的粉丝 或者说没怎么看我视频的 真的不建议你们来找我 因为你对我没有基础的信任 我哪怕带着你省钱 你也觉得我在坑里 如果你看我的视频少于十几 真的不建议你来找我 我更希望你们是先自己玩一玩 感受一下你自己玩 在这边的一个物价 一个消费水平 完了之后再来找对比一下 有对比你才能感觉得到 如果说你跟我不熟的情况下 通过你的朋友介绍 我带着你 难道是我 我带着你去玩 不论花多少钱 你都会怀疑 这种感觉很难受的 尤其是我这个人 其实挺敏感的 就是一句话 一个语气 我都能察觉到 对方对我的不信任 在这种情况下 我玩不起来的 很难受的 真的 只有真的了解我的人 买了策马塔琴罗卡的 人的网友 我才愿意带的 如果不是那种 对我不了解的网友 其实我是不想带的 我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你哪怕一天给我一千 我也未必会带 你们能懂吗 我最怕的是 你们认为就是 买一张策马塔琴罗卡 我就免费当你们的导游 并不是的 我是只为 关注我的网友 看我视频的网友 才是买一张策马塔琴罗卡 免费给你们当我导游的 不了解我的人 我的定价是什么 一天一千 包时数 包导游 只要买一张策马塔琴罗卡 我就能带着网友 到处去逛 到处玩 在我看来 这是一个 为粉丝准备的一个福利 并不是针对所有人的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明天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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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